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呀 索小台轻叫了一声 又惊又喜 怎么了 正在刮胡子 满脸泡沫的沈辰 瞟了一眼女友 索小台将咽孕棒 踩在身后 笑嘻嘻地表情神秘 你猜 沈辰停下剃剧刀 瞅紧 真的 你有啦 索小台咬唇 认真地点了点头 像个羞涩的小女孩 太好了 沈辰 忙忙擦了脸上的泡沫 抱起索小台 在房里转圈 我们明天就回家告诉爸妈 索小台和沈辰是大学同学 从大一确定恋爱关系 至今六年了 两人的感情 从未有变故 这让从前的同学 现在的同事都羡慕不已 两人原本商议 先工作再些钱 再买房结婚 但现在孩子的意外到来 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第二天刚好是个周末 索小台一大早便去了超市 买了一堆食材 水果等 这是自沈辰 领他回家 见了自己父母后养成的习惯 沈夫妇沈母 赞他厨艺好 喜得勤快 拿他当女儿看 索小台也觉得 老两口亲近 给了他久违的家的感觉 每回到沈家 都忙前忙后 曹老人开心 真的吗 沈母拍手 笑望着丈夫 我们要当爷爷奶奶了 沈夫一喜不自尽 今天呢 要好好庆祝一下 他催促妻子 快 你快去买菜 做饭 我去把我那瓶好酒找出来 沈母笑道 哪还用我瞎操亲 小台一扫 就把菜肉都准备好了 沈夫双手搭在金钱 笑咪咪地看着索小台 小台啊 你这样的儿媳妇 真是打的灯笼啊 都难找 我和你薄膜啊 真是有福气啊 沈母拍了一下丈夫 说什么呢 孩子会难为情的 索小台果然害羞了 他红着脸笑笑 头一低 钻进了厨房 张罗饭菜 饭桌上一家人举杯庆祝 沈父发了住酒词 然后他望了一眼妻子 见后者 寒手默许 便抹了一下嘴 挺直了腰 拿出一副 宣布重大新闻的姿态来 隋好台和沈臣 不禁停下筷子 齐齐望向一家之长 沈父咳嗽一声道 既然有了孩子 结婚买房的事 就该提上日程了 房子装修啊 布置的 得在孩子出生前 都准备好 免得到时手忙脚乱 沈臣听了这话 自然乐意 笑着跟父母敬酒 爸妈说的是 还是你们考虑的周到 但索小台 听了沈父的话 却低下了头 索小台 从小父母离婚 又各自再婚 在两个新组的家庭中 他成了多余的人 最后索小台 被甩锅给了外婆 平时父母 难得回来看他一次 从小 索小台最讨厌的 便是学校交费 父亲让他找母亲 母亲让他找父亲 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现在买房这样花大钱的事 不用问 没人会散住他 而他工作两年 攒了不过几万块 索小台 索小台在沈家 出入了三年多 他的家境 沈父沈母自是了解的 沈母握着索小台的手 柔声说 小台 买房的事 你别有心理负担 你们的房 我们一早就给你们备好了 你只需好好地 照顾自个儿的身子 自己的亲生母亲 都从未这样柔声细语地 与他说过话 更别提关心 索小台 轻点着头 豆大的泪珠子 无声地滚落进碗里 饭后一桌的 背盘狼藉 照例是索小台 收拾洗刷 但他毫无怨言 甚至比以往更勤快些 心里似微的小火炉 热腾腾的 沈辰 心疼索小台 要进厨房帮忙 被他挡在门外 沈辰在家 一向食指不沾阳春水 他不想让未来的婆婆觉得 他怀了孕 就托儿大 恰逢沈母在 朝着沈辰招手 随话吩咐 随小台便将沈辰 推了出去 自己哼着歌 将厨房里里外外 清理了一遍 这一厢书房里 沈父慢慢将一张银行卡 推至沈辰面前 沈辰看着那张卡 笑眯了眼 高兴地直措手 卡推到了沈辰眼前了 但沈父手指仍按在卡上 并未拿开 半想 他手指在卡上敲了一下 神情端速 这卡里有四十万 是我们给你攒下的首付 甩个什么样的房子 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好嘞 谢谢爸妈 沈辰 眉非色物 但我们有一个条件 爸您说 房产证上只能写你的名字 爸 您说什么 沈辰愣愣地 一时没反应过来 房子得在你们领证前 买 房诊证上只能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是你的婚前财产 沈辰有些不自在 没 没那个必要吧 小台连孩子都有了 沈母 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 敲打他 儿子 你长点心吧 给自己留足退路 不是犯错 这可是我和你爸 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呢 平安房产的秦晓 屁颠颠地 跟在沈辰 随耀台的身后 跑了一周 看仓城各处的房 从市区看到北三环 从两居三居看到小两层 终有了眉目 沈辰看上了东城区的一套三居室 总价150万 房子在11楼 南北向 采光极好 入户处是门厅 然后左手边是开放式厨房和饭厅 右手是客厅 生活阳台和客厅的阳台 玻璃窗打开 空气对流呼呼的 一分钟房内 遗留的油烟味 保准三观 那叫一个畅快 陈晓又随两人 在三个卧室 两个洗手间 分别看了几个来回 沈辰貌似很满意 摇晃着手 滔滔不绝 指点江山式的 一会儿说 主卧飘窗阳台的布置 一会儿说 爸妈房间的装修 秦晓听见所小台 迟疑地轻轻问了句 你爸妈以后 也跟我们一起住 不然呢 沈辰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仿佛他是多此一问 秦晓当即 便明白了几分 签订金 协议呢 是在下午的四点 因房主明天出国旅游 所以双方都觉得 最好在今天 把这事给定下来 房主是位 五十多岁的阿姨 姓董 离异多年 她浑身金光灿灿 从金戒指 玉手镯 搏镇里的搏金项链 到时尚隆重地打扮 到那张一看就吃 砸起了不少钱 保养的粉嘟嘟的脸 索小台想起 做中学老师的半相 朴素 甚至老师的沈伯母 不禁微微一笑 沈辰来来回回 翻看着定金协议 索小台 朝前探了探头 想看又不好意思 看的样子 这一幕落在众人眼里 董阿姨撇嘴 秦霄呢 心里走一点堵 沈辰 怎么样了 索小台终于问了句 或是声音太轻 沈辰没听见 便没理他 他朝陈晓 望了一眼 大咧咧地倒 没什么问题 那我签了 索小台面色尴尬 他眼耀唇 失去地往后退了一步 秦霄瞄了他一眼 终于 还是没忍住 他貌似随意地说了句 以后房产证 嫌你俩谁的名字 这话一出 像是在水里扔了煤炸弹 砰 一声激起了庞然的水花 沈辰顿时 聚焦了所有人的目光 本来这事可以 无声无息地进行 只要沈辰在定金协议上 签字 协议生效 法律意义上单身的他 以后所有手续 顺利成章 都只出现他的名字 沈辰狠狠瞪了秦霄一眼 秦霄立即露出 不明就里的表情 店里几个小伙 包括房主董阿姨 都悄悄 朝机令的秦霄 竖大拇指 但是 写我俩的名字 随小台脱口而出 但话刚出口 又立即有些拿不准 他困惑着 妄想审辰 难 难道不是吗 店里 一片沉默 旁边的经理 懒洋洋地走过来 瞄了一眼 定金协议 以一幅 好心大哥的口吻说道 写你俩的名字 当然可以了 那你们 也得先领证吗 有证 才能以夫妻名义 买房吗 随小台 神色紧张起来 半是费解 半是精诈 真的 订了婚也不行 秦霄心里叹息 又难心地强调了一遍 订婚不算 只有结婚证 才能以夫妻名义买房 经理挠挠头 朝沈臣 戏虐道 哥们 看来你这信息 不咋透明啊 沈臣讥笑 董阿姨这边 不是时间来不及吗 再说咱俩孩子都有了 写谁的名字 不都一样 随小台 脸色不大好看 他慢慢 咬着唇 半嗓才到 这能一样吗 董阿姨可是 见多识广的人精 他瞅着随小台 嫩得能掐出水的小模样 便已猜出了起起啪啪啪 他站起身 服服皱了得 真丝上衣 缓声道 交定金不及 这一房 我给你们留着 等我旅行回来 再签也不迟 半个月 足够你们领证了吧 随小台 转身出门 沈臣追了出去 董阿姨 理了理头发 叹了口气 现在的女孩子 怎么这么好糊弄 秦潇笑道 年轻姑养吗 没经验 谁能跟您毕业 当晚 随小台 还是跟往常一样 买了一堆食材和水果 到沈家 客厅没人 随小台 知道 平时这个点 沈父都在书房上网 沈母在阳台 试弄他的花草 平素他们听见 随小台开门的声音 总会出来 热乎着寒暄几句的 但今天没有 随小台 拎着菜去厨房 站在操作台前 突然不动了 下午 沈臣的行为 他虽然生气 却也不愿 往个人深处想 他这时忍着情绪 来沈家 圆也有试探的意思 但这会儿 当他站在这厨房里 忽地感觉 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 沈臣也咽咽地 进了门 他没向往日 钻进厨房 跟随小台腻歪 而是直接进了书房 随小台 轻声走至客厅 沈母也不在阳台了 书房的门紧闭 看来家三口 都在里面 门里的话 很大声 像是故意 说给他听的 谁出钱买房 写谁的名字 现在 都这一形势 他有什么权利质疑 沈母 撩着中气十足的 老师大嗓门 所以提前 也没与他商量 所以他 他就多问了一句 沈臣捏落着 我们一家人出钱买房 还用跟他商量 妈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那该怎么说 就你还信着他 惯着他 沈母在数落沈臣 索小台都能想象 他指着沈臣 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怒容 你没见他每次来家里 半勤快 半乖巧 一副尚赶着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在算计咱的房子 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跟狼仔似的 都不知道他心机有多深 对了 那孩子真是意外怀上的 妈 小台不可能那样 不可能那样 我看你是典型的 有了老婆忘了娘 够了 沈父威严打断 你别口无遮拦 小心小台听见 接着他叹了口气 做了总结性的结论 小台 这孩子确实不懂事 这种事 本应就是心照不宣的 用得着 拿出来商量吗 那样 大家脸面好看 索小台轻声 回了厨房 剥了洋葱皮 包成两半 准备切丝 一只灰猫 从窗前 栏杆经过 他停住 扭头 琥珀般的眼珠 望定索小台 又 喵呜一声 向与他打招呼 索小台咧嘴 响出猫咪笑笑 却忽然觉得 洋葱刺痛了眼睛 眼力瞬间 清满了泪 他索小台 纵然没钱买房 连知情权也没有 他在这个家 到底算啥呀 用人还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索小台 抹掉眼泪 抬头 深吸一口气 索小台 倾扣一下书房门 里面的话 立即停止了 索小台 推开门 站在门口 当着三个人的面 脚下围裙 放着一旁 又网而一笑 伯父伯母 谢谢你们 这几年的照顾 说完索小台 从容地 收拾好自己的包 转身往外走 沈辰像是终于 醒悟他话里的意思 他冲过去 一把攥住他的手 小台 你疯了 索小台 面无表情 将沈家钥匙 搁在茶几 走至门口换鞋 要走一起走 沈辰手毛脚乱地 跟着换鞋 沈辰 你不许走 沈母喝道 妈 你够了 沈辰皱眉 脸上是一副 设不了的神情 不就是房产证上的 一个名字 至于闹成这样吗 沈辰走近 将银行卡 塞进沈母手中 卡 你们留着吧 沈夫沈母 目瞪口呆 出租车上 索小台 终是没绷住 哭得一踩糊住 他在这个家里 倾心付出了几年 将心比心 原以为自己 能被真心接纳 让他体会 在原生家庭 从未有过的温暖 但在伯父伯母心里 他终究 不过是一个外人 之后 其后半个月 索小台 在未到过沈家 双方一直僵持着 对沈父 沈母而言 索小台 现在明摆着 是在拿孩子 威胁他们了两口 他们能咽下 这口气吗 肯定不 他们给儿子 买房的钱 也是从牙缝里 攒下的 现在年轻人 结婚离婚 都不当回事 若婚后 小两口 闹什么幺蛾字 平白无故 索小台 就要分走房子的一半 这跟拿刀子 杀他们有什么区别 但现在该怎么办呢 儿子也十几天 没回来看他们了 肯定是被 孙小台 窜夺的 孙小台呀 孙小台 老两口 恨得咬牙切齿 但一个 没说出口的事实是 他们不得不承认 一旦 孙小台 威胁 要打掉孩子 以他们对 沈臣的了解 他肯定是 急红了眼 跟他们杠上 这样一来 那才是真的 陪了夫人又折兵 外家 这十多天中 家里没有索小台 忙前忙后的身影 一口吃新的饭菜 也吃不上 沈父更是火上浇油 一口气没出发 只能撒在老婆子身上 都是你 好端端端端 说什么买房 他们有手有脚 自己不能正 沈母也不示弱 我还不是为他们好 谁让他们轻松一点 没想到 好心当做驴肝费 还得寸进尺 够你 老婆子翻来覆去 又要说回老一套 沈父听着厌烦 就你能 那你说 咱咋办 沈母脖子一梗 还能怎么办 打电话叫沈臣回来 不把这事解决 终究是如梗在后 沈母十几个催命电话 打到沈臣手机 手头呢 也不得不敢回家 他最近怎么样 沈母问沈臣 现在说话 他连小台的名字也不提了 免得添堵 还能怎样 上班下班 沈臣 语气冷淡 最近他也憔悴了许多 下巴一片糊茶子 以前 随小台 每天可是将他识做得 精精神神 新郎官似的 他没跟你闹 什么也没说 沈母有些意外 他成天加班 回家也是对着电脑 话都不跟我说 闹什么闹 老两口面面相见 沈臣叹口气 瞅紧自己的手 又 惨又悔地说道 这事 要是一嫂和小台商量 就不会起这风波 小台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现在他觉得 我们都拿他当外人 还有你们说的那些话 太伤人了 沈臣 顿了顿语气 变着哽咽 还是怪我自己不争气 不然 也不会闹成这样 本来好儿一家人 可现在 沈臣说不下去了 老两口均无言以对 如果最初没有一时冲动 像颁发奖品似的 将银行卡打给儿子 若如沈父后来所言 让他俩自己去挣钱买房 也就没有今天这烂摊子了 但说出的话 如破去的水 没折了 更不看的是这四十万 积出了人心的恶意揣测 撕裂了原本的平静和谐 让人不忍之事 就这样吧 过了许久 沈父常态一声 起身将卡拿给沈臣 日子是你们自己的 你俩看着办吧 过好过歹 都跟我们没关系 老沈 你不能这样游着他们 沈母目的战气 想拦住丈夫 够了 沈父皱眉一脸厌烦 难道你有更好的法子 沈母垂头也泄了气 沈臣攥着卡 颤巍巍的 仿佛 他有千金重 上一次老爸把卡交给他时 那个郑重其事 又有些烈恋不舍的场景 沈臣还记忆犹新 这也毕竟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 而现在老两口 被逼得让步了 揣着一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低落情绪 沈臣一而一而地回到家中 隋小台正坐在沙发上 敷面膜看手机 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沈臣看见他的刹那 心中无端地冒出一句话 你终于得逞了 随即沈臣也呼得了然 自己回来这一路 难以言喻的情绪了 在这场大战中 他被夹在中间 原本是左右为难 感情的天秤 忽而偏向父母 忽而偏向索小台 现在父母终于妥协了 他们的妥协 不过是因为对他的爱 而这种妥协 又瞬间让沈臣的感情 偏向了父母 让他内心生出怨恨 他猛然意识到 索小台这半个月 与他与他父母无声的较量 到底是为了 在房产证 写下他的名字 现在他折成了 沈全把卡 推向索摇台 搓搓脸 语调缓缓 平静又淡漠 小台 我们在一起六年多了 这六年里 我一直感觉很幸福 我承认之前 考虑不周全 做事欠妥当 让你伤心了 现在卡在这 如果你想好了 如果你还愿意 我们就去领证 买房结婚 索小台撕掉面膜 抬起卡仔细看看 他此时的一举一动 烙在沈尘眼里 便是胜利者的嚣张 慢慢地 他内心深处 浮上一种叫做比喻的情绪 他在心里冷笑一声 自己深爱了六年的索小台 也不过如此吧 像是回应他的冷笑 索小台 鼻里也冷冷地哼了一声 沈尘 我们认识六年 你竟这样不了解我 真是令人失望 我索小台 纵使家境不好的狼崽子 也不至于贪婪到 拿别人的钱 装点门面 说完 索小台 丢下卡 转身进房 沈尘盯着银行卡 眼神发直 内心刚刚泛起的 对索小台的鄙夷 迅速沉下去 又慢慢地浮起一种新的鄙夷 这次是对他自己 喂 您好 请问哪位 小台 我是董阿姨啊 还记得不 我旅行回来了 董阿姨声音快活 充满沙沙的阳光 都能让人想象 他在夏威夷海滩 拿着丝巾摆拍的情形 哦 董阿姨啊 您好 您好 索小台没想到 他会打来电话 一时没了头绪 小台 你怎样 拿正了吗 董阿姨 索小台甜甜嘴唇 尴尬又艰难地说道 那套房子 我们可能 可能不要了 没事没事 阿姨爽朗地笑道 今天周六 天气很好 你有时间来阿姨这坐坐 索小台 没有理由拒绝 上次在平安房产 董阿姨对他的维护 让他一直心存感 小区有个很洋气的名字 布鲁克林海岸 随小台进了大门 为眼前景色震惊 小区眼见之处 皆是茂盛的绿植 绿柳 青槐 灌木 丛花 油廊 河池 晚安的鸾石小镜 演映期间 几时众小高楼 藏身于这片 昂然绿意之中 董阿姨的富士洋房 在一楼 入口两侧是两口花圃 种着各式鲜花 此时家庸阿姨 正在院内捡玫瑰 董阿姨站在门口 迎接索小台 即使在家 她的打扮 一时毛 妆容呢 一丝不苟 仿佛随时准备 赶赴宴席 索小台低头瞥了一眼 自己随意的遗作 不仅有些自残 自己才二十来岁 这心力劲力 却远不及五十多岁的老阿姨 进入一楼客厅 又见满眼的欧式风情 那璀璨的水晶之行吊灯 那雕刻反复的家具 看得索小台眼花缭乱 怎么样 这装修够俗吧 查案前 秦霄笑望着索小台 你好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索小台微笑 偷偷溜了一眼董阿姨 发现她并不介意俗的评论 便揣测两人关系亲近 我在这儿附近看房 顺便来董姨这儿 讨杯茶喝 怎么样 那套房你们考虑的如何 董姨可是特意吩咐 要等你们的回话的 出了点小状况 索小台声音低下去 董阿姨端着心 炸的鲜橙汁 递给索小台 秦霄也伸手讨要 董阿姨打落她的手 没门 这是特意给小姑娘准备的 随小台明白 这话指的是她的身体 多亏董阿姨还记得 房产证事件后 与沈家人隔阂至今 没人多问她一句 两相比较 真让人唏嘘 小台不介意的话聊聊吧 兴许我们能给你点建议 董阿姨在随小台对面坐下 秦霄笑着复合 对哦 咱董阿姨可是 深藏公与名的江湖高手 随小台浅浅笑着 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 这样啊 董阿姨脱腮 沉引了一下便道 也就是说 之前沈家父母的真实意图是 房产证上 既只能写他们儿子的名字 又还要你帮着供房咯 不会吧 素小台微正 她还真没想到越供这一层 董阿姨摊摊摊手 望了一眼秦霄 这不明摆着吗 秦霄耸肩无奈地笑笑 上次沈臣签订金协议 她已经料到了 为这事情闹矛盾的家庭 也不在少数 南方首富 要求房产证只写自己的名字 但那不过也是 房款的三分之一 婚后呢 南方美其名曰 独自供房 每月工资 都交了按揭款 但所有家用开支 却都落到了女方头上 这样南方的确是 独自供着房 但女方也在不经意间 被逃空了 最后 若真的过不下去 撕破脸皮 人家一句 难道你按揭款付过 证据呢 就能噎死你 那 那该怎么办 索小台声音缓缓的 手不自禁地 负在 腹部 之前 心中飘过 无数次分手念头 终究 因六年感情 和腹中孩子 而压下去 难道真的 没有别的方法了 你别着急 董阿姨 瞧出了索小台的心思 排排他的手 考虑问题 别那么激进 还远不到那一步呢 听听咱们 资深的房产经纪人 有什么建议 秦潇潇潇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以岸份共有的形式 便可 依出资份额 享有对房子的所有权 比如 你们约定月共出资数目 并写成书面协议 进行公正 以后 万一有什么变故 这房子 你也有发言权 随小台 沉隐着 有些举棋不定 陈潇又笑道 这种形式 听上去 的确有些不近人情 很多时候 女孩子会觉得都结婚了 都给她生孩子了 还把账算得那么清楚 太伤感情 自己面子也挂不住 但我倒觉得 这是一种 妥当的自保方法 既然 她都在给自己留后路 防止有一天婚姻破裂 为什么 你就不可以 此时 保姆阿姨 捧着一篮子玫瑰进房 董阿姨朝着招手 从花篮里取了两朵 递给随小台一朵 另一朵 志在自己鼻前 她深锈一口 台眸忘了 缩小台 想听老阿姨 在婚姻江湖 闯荡的故事吗 董阿姨 与丈夫老邓 是青梅竹马 中专毕业后 携手 入行工程建筑 创业前十年最难 没有客户 拿不到工程款 合伙人 卷款跑路 等等 所有创业的艰辛 夫妻俩 一样不落的 都经历过 也是在那煎熬的十年中 董阿姨的身体 亏空太甚 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其后 公司状况逐渐改善 步入轨道 规模 逐年扩大 老邓便让妻子 推至二线 安身享福 当董阿姨 请的私家侦探 找到老邓情人的住处时 她已经身怀六甲 并且 照顾她的是 老邓的母亲 董阿姨的天塌了 她训了一年多的酒 进医院 抢救过好几回 但某一天 她忽然想通了 她拿了 与丈夫联名账户的钱 开了自己 一直主义的 美容院 美容院连锁店 开到第三家时 她拿出丈夫的出轨证据 漂漂亮亮的 离了婚 秦霄这群小子 老嘲笑我 炫富 装嫩 年轻时 拼命创业 千方百计省钱 连坐公交车 都不舍得坐 整日灰头土脸的 现在我统统不在乎了 俗也罢 一页也罢 装那也罢 我开心就行 董阿姨笑道 那笑容 历经苍苍后 变得雍容从容了 秦霄 猝到董阿姨跟前 讨好道 我们那不是跟您 开玩笑吗 咱董阿姨活着 那叫一个通透大气 董阿姨打了一下 她的头 就你最甜 重为女人 随好台 更懂 董阿姨 浴火重生背后 她咬牙吞下了万般苦处 她有点难为情的 势干湿润的眼角 董阿姨 你真坚强 董阿姨笑笑 所以呢 遇到问题 就想办法解决问题 不要想着逃避 因为如果你逃避了 后退了 下次同样的问题 或许还会找上你 说到底 过日子 就是不停地解决问题 董阿姨凑近些 望定 董阿姨的眼睛 语气越发震重 但有一点 必须记住 是什么 任何时候 都不要委屈自己 沈家客厅 董阿姨和沈家三口 围坐在茶几前 茶几上光秃秃的 只有纸和笔 要放在以往 董阿姨早乖巧地 备好了 沈父的绿茶 沈母的红茶 以及沈臣的咖啡 沈父口渴坐不住了 提升自己去泡茶 他在橱柜里 翻了一阵 却没见到茶罐 便冲苏小台喊 小台 你把茶放哪了 苏小台仿佛没听见 他冲着沈臣道 月供 我每月出一报 你同意的话 咱就写好协议 沈母的独一算盘呢 是落空了 现在苏小台 不客气地指出这一点 又让他恼恨至极 他脖子一梗 索性豁出去了 我们家的房子 我们自己供 不差你那俩钱 苏小台不动声色 目光仍落在沈臣身上 那也行 你供你家的房子 我不参与 但以后的家用 我们还得一人出一半 如果你想好了 我们也写份协议 沈母 不依不饶 难道你在家就白住了 你租房还要付租金呢 苏小台笑出了声 笑这样的话 竟是自己以往十分敬重的 伯母嘴里吐出来的 他转向沈母 那我的孩子将来可以不信沈吗 沈母张口结舌 沈臣一把推开桌上的纸笔 算计到这一步 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思 不结也行 那就不谈了 苏小台站起身 拿了包要走 苏小台 你给我站住 沈臣在他身后喊 一幅不可思议的口吻 你几时变得这么势力了 苏小台转身 定定地望着他 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 盘化着 让我帮着供职 写着你名字的方 这不是势力 为什么我捅破这层窗户纸 争取我的权益的时候 就是势力了 沈臣 你门心思问这公平吗 沈臣一正 他终于看清 扎在苏小台心中的这根刺了 半想 他那那道 多少一家人 还分什么你共访 我共访 呵呵 苏小台冷笑 现在又是一家人了 我这样心机深沉的狼崽子 不是连知情权都不配有吗 沈臣狼狈地吹下头 苏小台转身出门 沈母双手插腰指着门 抓狂地大声嚷道 你们看看他这副嚣张的德性 食俗的泼妇样 这是什么家庭养出来的 一点家教也没有 你还是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沈父端着一杯白开水 七不打一出来 茶叶他到底是没找到 沈母在转向儿子 寻求盟友 沈臣却只是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 你差不多得了啊 你是想把所有人都赶出去 随小台靠在窗前 回顾着这半个月以来发生的种种 又失望又伤心又疲惫 下午在沈家的那一通较量 沈父沈母的气焰 看似被压下去了 沈臣也被他说得无言以对 又仗着附中孩子 随小台估摸着 这场战争他是赢定了 但他一点喜悦的感觉也没有 相反 想着沈父沈母的那张阴阳脸 想着以后再见他们 他便如吞了苍蝇般 而沈臣呢 短短半个月 竟变得如此陌生 在这次闹剧中 他做最好的就是 在事发之后或许你了 不但没有坚定地站在他身边 看不见他真正的委屈 反倒怀疑他 对自己所受委屈的抗议 只不过是故作姿态的索取 目标就是为了 在房产证写下自己的名字 随小台苦笑一声 低头 抚摸自己的腹部 眼泪 不酥酥地流下来 孩子 我们可能真的没有缘分 对不起 炎炎晃晃的公交车上 心中五味杂陈的沈臣 望着窗外城市夜景 不由得会想起 自己跟随小台 告白的大一那年除夕 餐厅人头攒动 熙熙攘攘 他还是从人堆里 一眼认出了随小台 娇笑伶俐的身影 随小台 沈臣挥手大声招呼 正在擦桌子的 苏小台 看见沈臣 脸上立即展出笑颜 他在围裙上擦擦手 走向沈臣 今天是除夕 你怎么在这 沈臣疑惑 除夕工钱多呀 是平时的三倍还多呢 苏小台得意地 比划出一个三 沈臣皱眉 看来苏小台 没明白他话的意思 那你跟谁吃年夜饭 他要问 他们 苏小台台台下巴 望向大厅里的 其他服务生 忙完了 和他们一块吃 沈臣呼的 明白了 初夕 对他这样的人而言 是全家团圆 迎接新年 对苏小台而言 只意味着打工 能多挣钱 沈臣心里 掠过一片沙沙声 苏小台却拿肩膀 碰了他一下 沈臣 我跟你说 一会儿 你们一定要点狮子头 这家餐厅的狮子头 真是绝了 好吃得很 沈臣背他脸上 贪恋狮子头的神情 逗笑了 他随口说道 你肯定偷吃过 哪有偷吃啊 苏小台抗议 继而头一滴 红了脸 客人胜的 我尝了下 沈臣心中轰然一炸 难过着 千回百转 抓心脑肺 当晚 沈臣捧着一盒狮子头 去后厨找苏小台 他把餐盒 举到他眼前 小台 做我女朋友吧 以后我天天 给你买狮子头吃 苏小台当时 又哭又笑的样子 沈臣 至今想起 心尖还是颤颤的 那时的苏小台 多单纯可爱啊 一扣狮子头都能高兴老半天的 可现在呢 沈臣叹口气 感觉苏小台的面容有些模糊 他有时都快认不出了 但日子还得过下去不是吗 苏小台收拾好行李 拖着大包小包出门 门刚打开 一盒狮子头便举到眼前 狮子头后 是沈臣眼巴巴的深情 老婆 我知道错了 看在我排队买狮子头的份上 请原谅我好吗 苏小台危证 大一那年除夕的餐厅 服务生们哄笑又浮现在眼前 别人都是举着玫瑰告白 这家伙 却捧着狮子头 他的傻样子 把大伙给逗乐了 但是也在那一刻 苏小台认定了他 因为他懂他 现在呢 时过境迁 此时彼时 即便岁月平安 时间流转 无声无息 变化仍在一刻不停地发生着 寻常日子中 无影无踪 却会在某个关键时刻 以爆炸性的方式呈现 沈臣 你说得对 我变了 我不再是六年前那个 有狮子头耻 就高兴得不得了的小女孩了 我决定离开了 沈臣傻眼了 你这是闹哪一出 你说啥就啥 都依你还不行吗 苏小台望着沈臣的眼睛 想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我 我也不再懂你了 苏小台拖着行李 走到小区门口 早已经等着的董阿姨见了 赶忙下车 跑过来帮着搬行李 坐进车里 董阿姨递给苏小台一副墨镜 墨镜后面 苏小台轻轻吸着鼻子抹着肋 董阿姨 明天您能陪我去医院吗 我有点害怕 董阿姨拍拍他的手 别担心 有我呢 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车窗外 苍城的夜景流光溢彩 迅烂夺目 苏小台的心情渐渐好起来 他摘了墨镜 望着窗外 喃喃道 总有一天 我在仓城会有自己的房子 房产证 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那便是 锁小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下方留言